近日有媒体拍到王飞和谢霆锋一同与友人聚餐 两人打扮得相当低调 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从下车便手牵手 看起来相当恩爱 与友人聚餐结束后 王飞与谢霆锋牵手返回爱潮 在离开饭店时 两人还察觉到了有镜头在拍 不过他们并没有在意 反而握紧手绣足了恩爱 让围观人吃了一把狗粮 惠客当天谢霆锋戴着黑色鸭舌帽 而王飞则身穿一袭黑色休闲小西装 两人边走边忽视对方 眼里充满了暖暖的爱意 52岁的王飞看起来依旧如少女般模样 也许被谢霆锋的爱所滋润 让王飞越过越有一种洒脱之感 不得不说谢霆锋是真的很在乎王飞 抢先一步靠近车子 打开车门后 谢霆锋并没有着急上车 而是耐心等待王飞的到来 看见男友暖心之举后 王飞快速告别有人随即坐上了车 两人一起共返爱潮 谁说风飞殿以名存失望 谁说王飞出轨小鲜肉 两人这个举动向大众宣布了 他们感情好着呢 并没有任何问题的出现 仔细看两人这次现身状态极佳 尤其是王飞小腹平坦 身材完全不像是51岁的人 想必一定和爱情顺心有分不开的关系 此前王飞久为现身被移怀孕 还有媒体报道 他在香港养和医院成功诞下女儿 谢霆锋赶忙修改遗嘱 令不少人信以为真 该媒体还晒出王飞躺在病床上的照片 只见他留着标志性短发 看起来相当虚弱 鼻子间还插着氧气管 确实非常像刚生完孩子的样子 不止如此 媒体还找到王飞之前 搭着肚子的照片 例证他产女一事数十 而谢霆锋也正默默陪在身边 这则消息传出后 大家更多的是惊讶王飞的勇气 毕竟他一把年纪还能拼生宝宝 一定是被爱情的力量驱使 自从2014年复合以来 两人很少在公开场合秀恩爱 尤其是近几年 也许是双方工作都会忙碌 很少被媒体拍到任何蛛丝马迹 反倒是小鲜肉瑞恩市场和天后王飞痛况 无论是在K歌坊 还是音乐节 亦或是机场 都能捕捉到两人的身影 故而才会导致外界对风飞链 是否已解体参疑 如今谢霆锋和王飞的这段感情 在短短半个月内 居然被捕捉到了三次恩爱的信息 尤其是这一次世纪牵手在线 足以证明两人感情之深 一直以来王飞都被外界看作是高冷的女神 一般人很难靠近 其实王飞也是性情中人 她脾气很好 平常更不会轻易去质疑一个人 只是要真正走入她的内心世界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管是斗伟也好 李亚鹏也罢 他们终究只是王飞生命中的过客而已 真正能让王飞开心做红颜知己的 莫过于谢霆锋了 两人原本就互相了解 也曾相爱过 只是年少时终究没有那么稳重 容易错过对方 其实到了王飞与谢霆锋这个年纪 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已经不重要了 两人现在要事也有事也 要名气有名气 在娱乐圈也有了一席之地 过得开心最重要 孩子只是挤上天花而已 翻看两人的过往情史 他们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在一起过 只不过最后又各自组建了家庭 现在还能在一起 一定是出于爱情 和其他繁杂的事情无关 王飞生性低调 又不喜欢出风头 而谢霆锋除了必要的活动 更喜欢站在家里 两人在事业与生活上 实在有太多共同语言 不过当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婚姻后 才知道谁是真正适合自己的人 如今谢霆锋和王飞已经附和七年时间了 但却迟迟未能传出两人的婚事 曾有传言谢霆锋在王飞生日的时候 向他求婚 但被他拒绝了 女方不愿再次被婚姻所束缚 男方虽伤感 但奈何爱得太深 只能遗憾作罢 不管传言如何 既然两人能够甜蜜度过七年没有分手 想必是真爱无疑了 而如今风飞店频频被媒体派到合体 大有从昔日的低调转为高调 难不成是两年的喜事将近 52岁的中国著名导演作家刘信达 对娱乐天后王飞提出了严正警告 因为王飞和谢霆锋长期拍拖 两人既不结婚也不分手 而且王飞还结过两次婚 谢霆锋也履过婚 两人分分合合的大概已经度过了几十年了 刘信达呼吁王飞要么和谢霆锋结婚 要么就分道扬镳 不要总这么不伦不利的逆歪下去 而一项和刘信达唱反调的著名青年作家 导演王波也公开声援了刘信达 据悉刘信达和王波都是中国作习会员 刘信达的代表作是《我是陀螺》 王波的代表作《碎裂》 《北上广漂流》 被称为中国最帅作家 刘信达对王飞说道 王飞你必须限期明确和谢霆锋的关系 看到王飞谢霆锋迟迟不结婚 刘信达就气不打一出来 王飞刘信达限你三个月时间 必须明确和谢霆锋的关系 要么领证结婚 要么变成路人 刘信达已无法容忍 你俩无休无止地玩着暧昧 接着刘信达又补充道 你们这样不结婚 难免会带坏青少年 谢霆锋已经不演电影了 现在当红明星里 我最看好肖战 他迟早要超越谢霆锋 刘德华 周星驰等人 如果肖战能加入我的电影 我的票房可以轻松超过贾铃 看到刘信达蹭王飞的热度后 网友们纷纷留下不同的看法 没错 务必尽快明确关系 王飞都快五十的人了 还天天搞暧昧撒狗粮 王飞是天后 刘信达不配合她说话 有病吧 清官难断家务事 作为一个外人 对别人的婚姻指手画脚 请你停止你的狗眼残喘 在键盘上无奈地敲出 我错了好吗 就凭你也配合王飞这样讲话 刘信达就是极度谢霆锋 想跟王飞结婚 谢霆锋被拍到王飞牵手 而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而谢霆锋的前妻张柏芝也没闲着 她一直忙着努力工作赚钱养家 自从张柏芝参加了浪劫以后 她可谓是彻底翻红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张柏芝的观众缘还是这么好 就算她唱跳都不太好 但凭借她的高人气 硬是一路走到了总决赛 不管怎么说 张柏芝确实是个非常伟大的母亲 她独自一人带大她和谢霆锋的两个儿子 单亲妈妈确实很不容易 为了能好好照顾她的孩子 她也非常注重健康 她经常会跟大家分享她健身跑步的视频 如今谢霆锋已经跟王飞附和 而张柏芝的事业也开始蒸蒸日上 两人也算是各自安好了 如今的张柏芝已经改掉了她以前 耍大牌不敬业的坏习惯 相信她未来的事业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